丁敏彷徨地出府求救 带着泪痕地回到了越宁侯府 当归来时 马车路过梅家的时候 丁敏羞愧难当 不管前生的丈夫 到底入的天牢哪一层 到底是不是能活着出来 丁敏都没做到为人妻 为人母的责任 就连他最为看不起的生母 最后都为他死了 为了他这个女儿死了 丁敏做的还不如生母 前生神色恍惚地就被撞死了 重生后有个庆幸 他不用再受苦了 儿女可以交给婆母 可再坚强的婆母 都取代不了母亲 丁敏的心 痛得千疮百孔 他宁可前生的丈夫 出天牢并解身官 她的儿女不至于颠沛流离 以梅家的家方来说 即便续起夫人 也不会亏待嫡子嫡女 而且六妹妹 丁敏相信 前生的丁敏会帮忙照看她的儿女 哪怕她在死前骂了丁敏 三姐姐 我也是序女 丁敏捂着胸口 痛苦地摇头 不能再想 不能想下去 丁敏是她的仇人 不用丁敏照顾 她的儿女一样会好好的 记起专一木讷的丈夫 丁敏受够了月宁侯的小气 越发吐心地说 我配不上她 配不上 夫人 丁敏抹去了眼泪 听到里面为了争夺财产 吵闹个不休 丁敏深深地吸了一口凉气 眼底冒着红光 你们跟我进来 我说打谁 你们就给我打 是 三姑奶奶 跟丁敏过来的妈妈 一个个精神振奋 丁家几位小姐 可都是厉害的 就连二姑奶奶 如今也将夫家管得头头是道 有几个曾经跟丁柔 砸过原先二姑爷的家 那真真是痛快呀 后宅里的事情 还得是得依靠女人自己处理 男人哪里插得上手 陛下 尚未给侯爷定罪 我倒要看看 谁敢动府里的一草一木 即便侯爷定罪 也会禀名衙门才能分家 如果 你们谁忘拿府里的一两银子 我会让人去官府告状 说遭了强盗 丁敏只是冷冷地看着月宁侯的兄弟子侄 他用雷霆手段压住了他们 没少以族长夫人的为事 责打不贤惠 挑拨兄弟情依的轴隶 甚至当着老流氏的面说 我敬你 叫你一声母亲 让福里的人叫你太夫人 你 你一不是我正经婆婆 二没有告命策锋 安心荣养 我能给你一口饭吃 一旦你再敢挑事 我不会放过你 最近两日 本西弟将安国夫人一脉的人 没少关押 丁柔一直放心不下 听说安国夫人在佛堂半个多月了 她再也忍不住 让人准备马车去西阳王府 因为京城风向的变化 西阳王府门口围着很多的百姓 丁柔隔着马车去看 在吵吵嚷嚷的百姓中间 一定会有皇子的密探 虽然百姓不敢离西阳王府太近 沉默的西阳王府 也让很多人胆子大了起来 倒不是一味的说西阳王府不好 说安国夫人是奸臣 很多人也在用往日的战功 用安国夫人的功劳和苦劳 为她申辩 为她辩护 丁柔皱起了眉头 在现代有个很流行的词汇 高端黑 这些说安国夫人好的人 总是张口闭口的战功 安国夫人为帝国 为文西帝做了什么 丁柔让人从侧门见了王府 他们不见得是为安国夫人好 帝国只有一个皇帝 安国夫人再多的功劳 也取代不了皇帝 文西帝到底会怎么想 丁柔满怀心事地下了马车 柳氏领着人迎上来 丁柔发现柳氏瘦了一圈 但精神还好 弯了弯膝盖 柳氏立刻抓住了丁柔的手臂 语气里呆着几分的愧疚 原本不想知会你 可我实在是没有法子了 母亲将恒儿关在月影阁中好几天 他自己在佛堂 饭都吃得少了 我生怕他熬不过去 丁柔陪着柳氏 听他的语气里满是倦怠 我是个没用的 没有大主意 每日光是应付往来讨教的夫人 都应接不暇 王妃又有身子 动弹不得 操劳不得 我生怕他多想了 还得抽空安慰他 王妃倒是想要帮忙 我哪里能让他动弹呢 柳氏眼圈红了 丁柔心底对安国夫人 多了几分的气恼 娘 没事 我帮你 这些我都能应付过去 不懂的事情我不会说 不明白的事情我不会做 虽然帮着不让母亲 但也不会拖她后腿 如果只是这些的话 我不会让你过来 母亲最近基本上没怎么用膳 佛堂的灯一亮啊 就是一宿 我劝不了 小柔的话 母亲能听进去的 丁柔拍了拍柳氏的手臂 我没事的 娘 医医也说 让我适当的活动活动 王府又不是远在千里之外 但是广州的话 我都准备开春就过去呢 这可不行 小柔 车马劳顿 那哪能逞啊 丁柔笑了笑 她会注意的 但绝对不想通饮成善 一分别就是两年 不是不信任她会手上如玉 而是想见她 想念着她 等外祖母黯然度过了危机再说 娘 我先去看看外祖母吧 我不适合在王府停留得太久 柳氏答应下来 亲自引领着丁柔去佛堂 在路上的时候 丁柔压低声音说 娘最近要多注意府邸上的下人 不管在王府伺候了多久 必须把他们的嘴给封研了 如今可不能出一点点的差错 等着为难安国夫人的人 可不会过去是真是假的 但凡能达到目的 这些人什么都敢做 什么都敢做 丁柔同样不敢提柳氏的真实身份 以柳氏这样的心性来说 宁可自己死了 也不想牵连她 她虽然排除了一些的后患 但也得谨防小人作祟 安国夫人对柳氏的疼爱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的 难保不会有人借此 做出什么事情来 娘且记得给外祖父上相 不是外祖父托梦给外祖母 娘也回不大王府来 外祖父是惦记着您的 也好让她安心啊 娘记得了 丁柔沿途落过时 新阳王府的下人 如同往常一般无二 丁柔眸光暗了 如果有妄言的人 娘尽管发 安国夫人至今极严格 还能让王府乱套 说主子的是非吗 娘记得了 柳氏像是孩童 面对先生一样 将丁柔的话都记在心上 丁柔又说道 围着王府的百姓 该驱散就驱散 该送衙门就送衙门 用不上同他们客气 不分对错 人云亦云的人 不配得到王府的尊重 最要紧的 娘要小心那些 说安国夫人好的人 什么军功干事等等 这些人不见得都是好心 娘可以指派几个下人 去门口 同他们说 领行了 为国尽忠 是本分 他们 他们有坏心吗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啊 十个低端黑 顶不上一个高端黑 丁柔随口来了这么一句 娘照顾王妃殿下 是应该的 但有些事情 您也得同王妃交底 安国夫人亲自选的孙媳妇 哪会被一丁点的 事情压垮了 您总是隐瞒着 她反而更为的忧心 王妃系出名门 应付这些是有过训练的 娘总是依附娘家过活的人 王府的女主人是新娘王妃 以前丁柔不担心这些 柳氏就不是贪恋权势的人 王府的事情 他很少言语 但如今状况不同 柳氏上上下下的操持着王府 虽然是好意 但谁能保证 信仰王妃不多想了 熬过这次难关 王府的下人 会更拿柳氏当成主子看的 跟柳氏是守寡的女儿 柳氏在娘家太拔尖了 反倒是特处 信仰王妃不一定像丁柔想的 小肚鸡肠 但丁柔习惯将事情 想得复杂一点 多一些机会 少一些想当然 柳氏连连点头 娘过一会儿就去看王妃 将府里的事情 同她交代一番 娘不会再出头 见找上门来的夫人们了 能帮的 您还得帮忙 王妃身边也不是没人 有些忌讳 她也是知晓的 虽然有身子不能操劳 但伺候王妃的人 还能真让她出事了 王妃也是在意肚子里的婴孩 数重数轻 她分得清楚 不做母亲 永远不知道做母亲的感觉 信仰王妃同样会亮丽而行 她肚子里的婴孩 是齐家嫡出啊 信仰王妃会守护王府 但同样是爱着孩子的 走出佛堂 柳氏停住脚步 歉意的对丁柔说 你自己进去吧 最近母亲心情不好 上次我来劝她多用善 她 总之 如果母亲说了你 看在娘的面子上 别怪她啊 母亲比任何人 都要来得难过 丁柔小声嘟囔了一句 老太太都是你们宠的 柳氏嘴角抽动了一下 前当没有听见丁柔这话 敢说安国夫人老太太的人 怕是不多了 柳氏走到了佛堂门前 碰碰碰的 很有礼貌的敲了几下 里面传来安国夫人的声音 别烦我 丁柔回头看了看柳氏 直接推门就进去了 安国夫人不可能给佛堂上锁 一般她说别烦她 没有谁敢进门 柳氏眼看着丁柔转身关门 期间还俏皮的向她眨了点眼睛 仿佛告诉她 对待任性的老太太 就应该像她一样 柳氏唇边放心的笑容多了几分 她却安排丁柔方才提醒的事情 有女儿就是好 什么难事丁柔都会帮着她解决 会惦记着她 柳氏心事放下大半 有小柔在 一切都会好的 在柳氏认为丁柔最强的时候 丁柔被安国夫人震惊了 佛向前根本就没有安国夫人的影子 丁柔想过她会失落 想过她会在佛前忏悔 她会愧疚等等 但唯独没想到 安国夫人会像是如今 在佛堂的东屋里 安国夫人盘坐在炕上 炕桌上摆放着点心茶水 还有冷掉的饭食 在西边雪白的墙上挂着北疆的地图 地图上面有红蓝两种标记 在南面放着沙盘 上面同样略显得有几分的凌乱 凌乱的书册随地可见 安国夫人不见任何的销售 眼睛亮得仿佛天上的星辰 丁柔张了张嘴 目光正好同安国夫人碰上 安国夫人挑了挑埋头 丁柔翘起了大拇指 什么话也没多说 他走到安国夫人身边 撒落在炕上的点心扎子扫落 坐在安国夫人身边 同样目光看着大幅的地图 丁柔翘在别的方面很有自信 但在军事上 他跟小白差不多 他翻开了北疆战绩 愣是没弄明白 当年那场仗是怎么打的 安国夫人没看地图 手搭在膝盖上 笑呵呵地问道 看明白了吗 如果您说的是红线蓝线 我看到了 但明白 我连懂都不懂 哪里来得明白呀 安国夫人抬手捏了捏丁柔的脸颊 坏丫头 胆敢来戏弄我 丁柔同样放松地说道 在您身上 我清楚地认识一句话 什么是名将 什么是战争天才 领兵作战确实需要天分 勤当补着 不适合用在将军身上 安国夫人大笑 哈哈哈哈 你现在拍我马匹也没用 我已经自顾不暇了 丁柔倒了一杯茶水 递给他 轻笑道 呵呵 在您风光无限的时候 我好像也没拍过您马匹啊 安国夫人勉强将茶水咽下 咳嗽了两声 眼里滑过不赞痛 呵呵 你刚刚有身子 才好一点 溜溜竟然把你折腾过来 要是你出了一丁点的差错 我才真会内疚 丁柔还没拉在机说话 治个爱上 南边的墙上 裂了个大洞 看到了来人 丁柔吓了一跳 脸蒙起身 窃息道 见过陛下 文西帝竟然从墙里钻出来 丁柔害得脸都白了 安国夫人迎向文西帝 黄兄吓到他了 真没想到黄妹身边会有人呢 文西帝毛子喊笑 上下打量低头的丁柔 能在黄妹的冷言下靠近黄妹的人 当时可能就剩下她了 躲什么 叫旧宫 文西帝同安国夫人都做到了炕上 丁柔 丁柔从来没有如此失态过 原来紧张的时候真的会磕吧 皇上 旧宫 旧宫 文西帝将荷包摘下 让给丁柔 拿去玩吧 旧宫赏你的 黄兄 安国夫人满眼的不赞同 拽过丁柔 小声安慰着她 你别急 也别害怕 当心身子 文西帝充分发挥自己动手风一族时的好习惯 自己倒茶 自己用点心 丁柔抬了她眼瞼 刚才她说安国夫人是老太太 她此时万万不敢说文西帝是老头子 丁柔虽然很吃胶 但随后就想着怎么出去的问题 这两个人同外面形容的差太多了 他们之间彼此的信任 彼此的扶持 超乎丁柔的认知 以前她为安国夫人担心过 如今 也许她并不是很明白文西帝 明白穿越前辈教养出的儿女 现在想要出去 晚了 你坐在一旁 停一停 文西帝吃了点心 喝了茶水 悠哉悠哉的说道 那儿正好有一把椅子 陛下所言的事情 不是臣妇能听的 你娘家的事情 你听是不听 定有只能坐到椅子上去 文西帝笑容愿浓 同安国夫人目光相碰 王妹养了有趣的丫头啊 王妹虽然子嗣不忘 但一个个听话懂事 不像是朕 这几日 闹得朕没有一刻清闲 安国夫人当然很满意 叮饶他们的表现 随意的说 谁让您 弄了那么多侄子出来啊 文西帝苦闷的摇头 自嘲地说道 哼 朕是父皇的儿子 这话还真没说错 朕虽然爱重皇后 但守着她一个人 朕又觉得可惜 辜负了母后的教导啊 坐拥江山 自然希望 享受三千美人 安国夫人 拧了面嘴唇 同为女子 总不能说 文西帝做的对 皇兄 同父皇不一样 希望朕将来 见到母后的时候 不被母后揍 皇妹倒是可得 陪着朕一起啊 母后最听你的话了 由你求情 朕 许是能少受点苦 安国夫人 毛光柔和 给文西帝 吸满茶水之后 看到手上 藏好的老皮 哎 咱们呢 都老了 他们 也当咱们都老了 文西帝 撒人一笑 老季福利 志在千里 朕会告诉他们 朕没有老迈魂拥到 让他们算计的地步 大秦帝国 是真的 您就不怕 后世史书说您呢 父皇说 史书都是胜利者书写的 只要朕坐在皇位上 史书只能按照朕的意思来写 如果 朕怕名声不好 当年 便不会发动公变 朕 做了一辈子皇帝 被后世人 骂上两句 有什么关系 即便是明君 也有任性妄为的权利 丁饶握紧拳头 怎么对文西帝 更有好感了呢 他不仅是一位皇帝 还是个好兄长 安国夫人淡淡地说道 他们没有经历过 不懂得一件事 在皇兄和我的手上 沾满了无数无辜人的鲜血 如果 我会内疚的话 骨头都化了 都化了无数无辜人的鲜血